另外在新城乡幼儿园8号举办国庆日游行 每个班级分配着不同的服装角色和任务 充分展现了创意以及才艺 超可爱的小小兵队伍起步走 从学校出发前往广安宫 许多家长和相亲也加入了行列 用可爱热闹的方式 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的生日 香烈幼儿园园长表示 向上合理台商业以来每年举办幼儿园国庆游行 建立孩童认识国家认同的国家观念 并且充分展现国家的认同感 更展现出现在相立幼儿园创意以及活泼 一同庆祝国庆的到来 感谢同为家长的新城下面的代表 陈伯昌先演郑宝秀 现在将公所主任福利勤 结底山区专员 到现场与孩童们同乐同庆 为今年多的游行添加不少热闹气氛 非常开心今天天气很好 然后家长很踊跃地参加 我们今天的双十康的社区 我们的嘉年华游行 这样孩子可以拿着我们漂亮的国旗 还有在我们村庄里面快乐地挥舞 让他展现快乐的一面 也祝福我们的国家 双十节快乐 山南和台北老师 现在相立幼儿园每年都会在国庆日 举办游街的活动 有国才有家 认同自己的国家是重要的观念 借此机会教育小学童爱国的观念 创意游行展现平时学习的成果 更邀请家长们共同来参与 增进私生 以及家长们情谊 建立良好沟通管道 增进学习的成效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